就是一个生存对抗模型 然后首先他这篇文章主要关注的是一个无监督学习 就是无监督学习就是要去学习一个概率分布 它是通过定义系列的参数化的一个概率密度 Pθ 然后去寻找出使得能够使数据四难最大化的一个密度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个正式数据样例XI 我们需要去估计参数θ来去最大化一个对数四难函数 然后就是去就要使这个就最小最大 然后如果就是说如果有实际数据分布PR成能有其密度 然后Pθ是参数化密度Pθ的一个分布 那么我从渐进的角度而言 就是要去最小化它这个KL的散度 就是KLPR和Pθ 但是也会有些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数据分布PR这个密度可能并不存在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定义一个具有固定分布PZ的一个 随机变量Z将其传递给参数函数 就是参数函数然后就是这样的 然后通常这个可以是一个神经网络 然后该函数就会将直接 将直接生成遵循特定分布Pθ的样本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改变这个其中的参数θ 就去可以改变它的分布 使得其去接近于它的实际的数据分布PR 这种方法就可以有助于去表示局限于低微流行的一个分布 以及是一些直接生成样本能力 比能够精确计算概率密度的数值更为重要的任务 比如说在图像的超分辨率以及语域分割中 因为这些任务中我们去更加是关注于去产生一个高质量的输出图像 而并不是去输出我们这个图像的一个概率密度的一个精确数值 等一下 这个文章是我给你的吗 不是啊 这边是就是就是我那个就那课程PRE啊 然后上周你说对说我也说 我在看一下我在看一下这个这个问题啊 它是无阶督学习 它会有学习的概率分布对吧 嗯 找出这个数据的数据成最大化的密度对 它目标是这个 然后如果有一个真实有真实的数据样例 嗯 估计的参数θ来最大化对数自然密度对是这个密度 如果实际数据分布是这个PR 承认有其密度 那么pθ是参数化密度 pθ的分布 从静静而言相对于最小化的Kr散度啊 对 密度可能并不存在 可以定一个 具有固定分布的匹别的随机变量为 并将其传递给参数 通常是一个神经网络 反正传递给神经网络对吧 对 神经网络将直接生成遵循代定 那就是对抗神经网络吧 对吧 对是的 啊 通过改变θ就可以改变一起分布 实际更新 哦对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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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它就是分析那个件是吧 对 哦 对 嗯 它有助于别 啊等下我再看了 直接生成样本能力能够精度 精确的计算概率密度的数值 更为重要的人 比如说图像超分辨率和予以分辨中 更关注产生高质量的输出 而非输出图像概率密度的精确数值 OK 好 那我再看 然后先常用的像 像就是说变分自动编码器VAE 它是专注于样本的一个自私栏 但是它需要去处理一些额外的造声像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说生成对抗网络GAN 它的目标还是就具有更多的灵活性 包括像一些GS散度啊 F散度啊 但是有个问题说 训练它是一些非常是比较脆弱 一些不稳定的 然后本文就关注专注于定义数据 定义距离和有散度low P Theta PR这个方法上 因为不同的距离最根本的区别在于 就是对于我这个概率分布去序列收敛的影响 就对于一个分分布序列PT 假设存在分布P无穷的话 就使得它们要之间的距离 或者说它们的散度要去趋于零嘛 然后又为了优化参数Theta 也就需要定义模型分布P Theta 使得我们这个映射去连续的 然后这个连续性也就意味着 如果我这个参数ThetaT收敛到Theta时 我这个P ThetaT的分布也会去收敛到P Theta这个分布 而且这个收敛它是取决于 我去如何计算它们两者分布之间的一个距离的 然后它这里就是后面就是讲距离 首先它定义一些符号 比如说X它是一个紧致的一个度量空间 然后Sigma它是X这个空间上的一个 所有的row这个row这个子集 PowerX是定义在X上的一个概率测度空间 然后它定义两个分布PR PG 属于这个ProX之间的一个基本距离和散度如下 首先是总变差TV这个距离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公式 就是它是一个上却界嘛 它PHA-PGA的一个上却界 然后像KL散度 KL散度就是这么一个积分公式 其中它的PR和PG是均被假设是一个绝对连续的 并因此对于X上定义的相同一个度量mu 它允许其密度 但是这个KL散度它就是 它是个非对称的 因此说如果说 并且在存在PGX等于0 以及PRX大于0的时候 因为它自己会做一个除号除法嘛 那么这个值就会导致这个KL值是无穷的 因此说这个它也是有点弊端的 然后它还有GS散度 GS散度就是一个 就是它公式是这样的 然后PM是一个是二分之一的PR加BG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它这个GS散度就是对称的了 然后这一次我们可以选择这个mu等于PM 然后这个EM距离就是它这个本文推出 就是介绍的一个距离 就是一般叫它推土基距离 推土基距离就是它定义就是 这个公式一所是它是个下却界 然后其中这个πPRPG 它分表是是边际分别为PR和PG的一个 所有联合分布γxy的一个集合 然后γxy表示是为了将分布PR去转化为PG时 必须从X传输到Y的一个质量 然后这个EM距离就是最优传输计划的一个成本 因此所以它也叫它推土基嘛 就相当于我把X去把推到Y这个地方 所需要的一个最优成本 对 然后它就也举了个示例 就是说展示的就是说一个概率分布系列 如果是在EM距离下收敛的 但是在其他距离和散离下不收敛 比如说Z属于就是0到1的均匀分布 然后P0是一个0z的一个分布 然后它是从这个右边这个图看出 就是说P0z就是这个红色这个地方的 是一个经过原点的一个数值直线上的均匀分布 然后它设计θz 然后它是一个θz的一个分布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灰色这个地方 它这个分布是灰色这里 可以看到就是说推土基距离的话 它就是一个θ的一个绝对值 然后Gθ GS散度的话它是这么一个log 如果θ不等于0的话它是log2 如果θ等于0的话就是0 像KL散度的话它是θ不等于0的时候是正无穷 θ等于0的时候是0 然后像这个这个TV距离的话就是θ不等于0的时候是1 θ等于0的时候是0 就可以看出就是说当θt趋近于0的时候 序列θt在EM距离上是会收敛到P0这个分布上的 但是在像在TV距离JS距离KL距离 以及逆KL上它都是不会去收都不会收敛到P0这个分布上 因为它们就是可以看出 它其实像JS的话它会收敛到log2 像KL的话它收敛是没有收敛 然后像T的话只会去收敛到1的话 它就是并没有去收敛到P0 然后这个图也是就是从画一个图像 然后它就后面就是介绍一下它那个 它那个 就它那个推土机公式 它这个下缺阶是或者 因为这个下缺阶获得去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它应用的是什么KR对偶性 然后使得它转化为了一个上缺阶 然后这个上缺阶的话 它是在所有这个Ellipse 这个是什么读来的 这个L这个Ell这个上面函数上 然后用这个FL去小点K去替代掉FL小点E 以此来考虑某个常数K的一个KL的距离 然后以此获得了一个K乘以W 就是这个推土机的一个公式 然后如果说有一个参数化的函数F大Omega 那么对于某些K来说就是都是KL的 因此需要去考虑以下的这个解决 就是以下这么个问题就去最大化它的一个期望嘛 就去减去它这个期望 就是对抗的一个公式 然后PR是为任意分布 设P0为G0Z的一个分布 其中Z是密度为Low的一个随机变量 那个Gc它就要满足以下条件 就是说就是框里框起来的 就是需要满足它一个不等式 它期望是要小于正无穷的 因此对于它一个问题 这么一个就前面提到这个最大值这个问题的话 有一个解Fx到2的话 它会有一个T度值 T度值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负的一个期望 因此就是说去寻找求解方程2的一个最大化的一个问题 这个函数F的话 就可以去训练一个参数化的一个神经网络 使得它的权重Omega位于它一个紧直空间W中 然后通过前面这个T度这个值 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反向传播 然后它的一个就是这个WJWagon 它这个过程就如这个算法一所示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反正主要是就是它应用了它一个 它一个新的一个去算一个距离的公式 就是那个推土机 然后它这个并且它这个推土机距离是处处连续且可微的 就意味着说我可以训练它那个判别器直到最优 训练判别器越多 它所获得一个Westin的一个T度也就越可靠 因为它这个Westin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可微的 像但是像对于GS散度来说 随着判别器越好它的T度也越可靠 但是它其实真正的T度还是为零 因为GS在局部已经饱和了 得到T度会消失 它前面图一也有些所示 像这个图二它就是展示的训练一个GIN判别器 和一个YGIN判别器直最有状态 可以看到就是像GIN就红色这条线 它很快就能学习区分真和假 但是它没有提供一个可靠的一个T度信息 因为它在这后面 在正的这个地方 它出现了一个出现T度消失 但是YGIN的话它的这个判别器 虽然说它无法饱和 但是并且它是收敛为一个性型函数 但是它在各处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干净的T度 就是这个蓝色这条线 然后它这还做后面就做实验 就是说它去做了一个图像生成实验 然后它的一个学习目标分布 是一个Bitloom的一个数据集 就是一个室内卧室图像数据集 超参数使用的是前面算法一提供的参数 生成的是64x64像素的三通道图像 Baseline使用是DCCGAN 它是一种具有转机架构的GAN 然后以标准GAN过程使用 就是Fulllog技巧进行训练 可以看到在较差 可以看到较低的误差和更好的样品之间 存在一个明显相关性 这个误差下降越小 它的图像就是越好 反正这个也是 然后像左上这个图是 它生成其实是个MLP 14个隐藏层每层为512 随着它的训练进行 它的样本是逐步减小的 然后它的Loss也是 Loss也逐步减小 它的样本质量逐步提高 然后生成的 然后这边是个标准的DCCGAN DCCGAN 打错了 它就是Baseline 就是它跟Baseline非常像 就是说Loss减小 它的图像质量提高 像下面这个就是一个 具有一个高学习率的一个MLP 但是它的训练就失败了 它的Loss就一直稳定在比较高的地方 它的样本质量也非常稳定 就是比较差 对 然后它的一个WiGAN的优势 就在于它训练 它允许它的训练判别器 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因此它训练器被训练完成时 它只需要给生成器提供一个Loss 就可以像训练 其他神经网络一样去训练它 因此无需去平衡一个生成器 和判别器之间的距离 我的判别器越好 那么我用来训练生成器的一个梯度 质量也会越高 因此在改变生成器的架构时 WiGAN比GAN更具鲁棒性 它在三个生成器架构上进行实验 首先第一个是卷积DCGAN生成器 第二个是没有半区归异化 但是具有恒金数量的过滤区的 卷积DCGAN生成器 第三个是具有512个隐藏单元的 4层RELOOM MLP生成器 然后它的判别器都是使用的是 卷积DCGAN架构 然后就 右边这三个图就展示了使用 WiGAN和 WiGAN是左边 然后GAN是右边 生成了一个势力 可以看到图5 两种算法都生成了 生成了较高质量的样本 就说明DCGAN的话 还是比较厉害的 然后图6是使用了 是那么就没有规异化的 可以看到标准GAN的话 它右边这里 没有能够 对 没有能成功学习 但是WiGAN的话 它还是能够生成一些高质量的样本的 第七个 它是一个 就那个RELOOM MLP 它的参数量 虽然说与DCGAN相似 但是它缺乏一个 图像生成的强规纳的偏制 因此它的WiGAN 它虽然能够 还是能生成一些质量 比较好的一些样本 但是它的质量 还是要越低于前面的DCGAN的 第二大还是有一些噪声出现的 但是 然后这个标准GAN的话 它质量更差了 对 它比较更模糊 因此它这个实验就说明 就是说在WiGAN中 没有观察到一个模式崩溃的现象 然后后面有结论 它就是介绍了WiGAN算法 作为传统GAN训练的替代方法 它就是提高它一个学习稳定性 摆脱模式崩溃的问题 提供有意义的学习曲线 对于调试和操材数的搜索 就十分有用 然后又没有 然后又没有